大家好 我是Willie 研華工業物聯網的解決方案中 最熱門的可能就是智慧工廠解決方案了 智慧工廠解決方案之所以熱門 我相信它部分的原因來自於它的快速進化 而它之所以可以快速進化往往就是來自於 它採用了雲平台上面的雲原生架構 才能夠將各個應用服務拆成各個子環節加速迭代 使用雲原生的技術架構來開發智慧工廠方案有幾個好處 第一 微服務架構 雲原生會運用容器化的程式架構 將所有架構打散成各個獨立容器 再用通用規格彼此串接 工程師就可以獨立工作又可以整合為一 作為要調整軟體也只是個別調整 不需從頭翻新 這大幅縮短產品的更新速度 加速產品的進化 第二 工業雲平台 我們並不是從頭開發解決方案 而是採用了現成的工業雲平台 也就是研華的Wise Pass 上面也有許多現成的工具 包含資料庫 可視化工具 資料接口 人工智慧模組等等 第三 混合雲架構 為了因應不同工廠的需求 整套解決方案可以放置在工有雲平台 也可以完全的本地化部署 甚至採用混合雲架構 即時資料本地部署 趨時資料上拋工有雲 這也是目前最常採用的架構 我們用一個實際的案例來說明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 因應全球布局 在各地部署中小型工廠 需要在當地進行即時監控 並將資料收回總部 管理集團的所有數據 我們分享的是一個 汽車五金零組件工廠 總部在台灣 它在台灣、中國、越南、印度各有工廠 在工廠本地部署 本地伺服器做即時警報與監視 並將整理後的數據上傳集團總部的公有雲平台 進行深度分析 這就是跨國公司經常採用的混合雲架構 雲原生的架構是極有優勢的技術架構 長期來說 無論對於工廠的客戶 或者是解決方案的提供商 都有顯著的幫助 若各位對研華的解決方案 或者是 yspa 平台有興趣 歡迎與我們聯繫 並持續關注yspa 謝謝